春日天好的日子,云城的上空便飘荡起许多形状各异的风筝,大红蝴蝶,金色凤凰,长长的黑蜈蚣,翘美人,如花般在湛蓝色里蒸汽豆艳,带手里月子,呼啦啦,松至现尽时,风筝便随风去了,若那风筝已飘飘扬扬至最高去不愿走,便使人拿了茧子,搅断了线去。 这便是昆泽们最喜欢的放晦器了,这是云城一贯的习俗,指学院里的学子们自是不爱做放风筝这等事的,他们放晦器,便是放的灯。 今日便是云深学院安排的放灯日,学院特地提前了下学时间。 刚回到学院的蓝西晨,任那些相约着去放灯的童窗门三三两两离去,又婉拒了几波邀请,仍不紧不慢地收拾着纸笔。 好友江涛走过来,西晨,新婚燕儿,怎么今日便回了书院?莫非是你家夫郎催你上进? 蓝西晨摇摇头,江兄玩笑,我已请假半月。明年又是会事,时不敢懈怠。 江涛闻言竖起了大拇指连表敬意,西晨,我可真佩服你了,三更灯火五更基,学院里再没有比你更勤奋的。 不过你可是蓝院长爱子,严师严妇,还怕什么? 蓝西晨收拾的动作不停,笑意不变,正因身负家父期望,更不敢放纵。 江涛抹抹鼻子,她与蓝西晨一起长大,也知蓝起人对她的严格要求, 哎,你是家中长子,院长对你期望高理所应当。 不过说来还是蓝二有胆,说退学便退学,蓝院长可是气得不轻。 可惜了,十年寒窗苦读,我们都觉着她若是继续参加会时,以她本事取忠是必然的。 哎,你可知她最近在忙什么? 许久未见,还想过些十日约她出来聚聚呢? 蓝西晨眼皮垂下,言语中带出苦笑,会试一试或许有她自己考量吧。 你也知,我与她虽是兄弟,可这关系实在生冷,江涛听了挠挠头,明显有些尴尬,都怪我,哪壶不开提哪壶。 蓝西晨整理好桌子,笑容仍是温序,无碍。 江兄若是要寻她,怕是得递个帖子到西院,指她如今不在家,那只能下次再约了。 蓝兄,那位涅士小公子正在外面等你呢? 一个铜窗走回来拿东西时顺口提醒道,蓝西晨愣了愣,灭小公子寻我。 是啊,我看她拿着做灯的器物,想是邀约你一起吧。 那铜窗说完,拿了东西便匆忙走了。 江涛拍拍仍站着不动的蓝西晨肩膀,开玩笑道,发什么呆。 还不快去,让人家小公子等可不是好甘愿所为,我也不打扰你了,定是约你一起放灯去。 泽泽,不愧是泽吾公子之前是表弟,现在是师弟,我怎么就没有你这般福气呢? 蓝西晨无奈道,江兄这话可真是折杀我了,聂小公子是朋友之弟,入学来年岁上小,他不放心便托我在书院照顾一下而已,你可莫要乱说坏他名声,毕竟我已成亲。 江涛看他神色认真,便敲了几下自己额头,正惊道,我这嘴实在该打。 西晨莫要怪罪,再不敢说了。 蓝西晨摇摇头,指道,下次注意便是,那我先行一步。 江涛点头目送,看他走远了才自言自语道,聂小公子怎么说都快入学一年,年岁再小也不需你照顾了吧。 人家明明是醉翁之意不在酒,我怎么就没有朋友家白白嫩嫩的弟弟,托我照顾呢? 再不济,也来个娇娇俏俏的小表弟陪着放灯也行呀。 爱,人比人,气死人,蓝西晨走出去果然看到一个年轻小公子点着脚往这边顾盘,看到蓝西晨眼神立实,染了光彩,西晨歌,还怕他听不见,使劲挥舞扇子。 蓝西晨无奈地走过去,怀桑,你这是,聂怀桑举起手里做灯的纸线等物,兴冲冲地邀请道,西晨歌,我们一起放灯可好。 蓝西晨婉拒,这,怀桑,我今日有事,要不你寻朋友一起去。 聂怀桑闻言瞬间搭了眉,失落不已,啊,西晨歌,你陪我去放一次好不好?我还是第一次在学院放灯呢。 我都拒绝那些朋友了,若是你不陪我,我哪好意思再找他们一起? 眼前的聂怀桑一身白衣,垂着头,恰巧一阵风拂过,他白净脸颊旁的两条龙须刘海随风轻轻飘荡,蓝西晨眼神顿时凝住。 好似眼前少年正与另一个白衣小公子慢慢重叠在一起,西晨歌,你就陪我去吗? 我手艺很好的,不会麻烦你,很长时间的,西晨哥哥,聂怀桑轻轻跺了跺脚,咬唇道。 表哥,好不好嘛白衣少年眼神,期待地望着自己。 好,阿兰西晨回过神来,允诺已经出了口。 哇,太好了,西晨哥你真是好人。 快走快走,聂怀桑拉住还在争冲的蓝西晨衣袖往放灯的地方跑去。 蓝西晨看着他扯住自己袖子的手,这一幕与两年前和其相似,表哥,快走快走。 再晚就来不及了,别担心,来得及的。 蓝西晨满眼温柔地提醒道,哦,西晨哥,抱歉啊,我太高兴了。 聂怀桑立刻松开手,嘿嘿傻乐道。 蓝西晨慢慢收回手,心下也不知从哪里涌出一股怅然。 到了放灯的后山,那里已聚了一堆忙活做灯的靴子。 聂怀桑跑过去,看了一遍很快找了个地方,忙向蓝西晨招手,西晨哥,这里这里。 蓝西晨绕过几堆围在一起,做得热火朝天的人,走过去,你想做什么灯? 聂怀桑展开灯指,献宝一般,西晨哥你看,这是牡丹花。 蓝西晨有些惊讶,怀桑喜欢牡丹吗? 西晨哥呢?你觉得他怎么样?可讨人喜欢? 聂怀桑问得一语双关,问完了又有些忐忑。 他之前从无意看到蓝西晨有一个看起来挺旧的树袋,上面便是绣了一层牡丹。 他想,对方定然是喜欢牡丹的,不然那个那么旧的树袋,为何还不扔? 蓝西晨自然猜不到聂怀桑的真实心思,以为他是问话的怎么样,便细细看了,真诚夸道。 你话的传神,想来极善丹青。 牡丹雍荣华贵,喜欢的人也不少。 至于他自己,对牡丹的喜爱倒是谈不上多深,爱乌及乌罢了,只是这话却不必与聂怀桑延伸。 聂怀桑想是得了满意答复,接下来便高高兴兴地坐灯去了。 他坐灯的手艺确实不差,蓝西晨只能在旁边安静地打个下手,时而盯着他那双灵巧翻飞的手,眼神飘忽。 待他们坐完要放时,与那些先来准备的学子们放的灯正式一趟。 蓝西晨拖着那灯的下扁,而聂怀桑则轻轻扶着,小声念了鼠两人一起松手,那盏牡丹便慢慢递上了天。 众位学子成功放出了自己的灯,都高声笑喊,放会了。 会气跑了,聂怀桑也乐淘淘地跟着喊。 蓝西晨仰头望着那些在天空上飘飘悠悠的灯,突然道,怀桑,你要不要许个愿? 什么?聂怀桑转头问。 没什么,蓝西晨不说了,脑中却是想起两年前,那时十五岁的魏英才刚到蓝家不久。 他一听说学院有这种放灯雅士,很是感兴趣,喊着要来参加放灯。 自己磨不过,也不愿拒绝,便带他来了。 蓝西晨还记得当时魏英在灯纸上画的是一只红颜小兔子。 等兔子灯一飞,他立刻便闭眼许愿。 当时自己还觉得好笑,你对这放会气的灯许愿做什么? 怕是白忙一场。 魏英却在许了愿后,鼓着小脸认真解释,表哥,我许的愿是与兔子灯有关的呢? 这会气已放了出去,那兔子的使命便完成了对不对? 那他便自由了呀,所以我希望他能飞得更高更远些。 这样在落地前,就能看到更多的美景了。 蓝西晨听魏英这么说,立刻逗他,那你不该许愿他永远在天上飞着吗? 这样便永远自由了。 魏英却是朝他毫不掩饰地翻了个白眼,表哥,世上哪有永远的自由? 总有落地的一天的,这是他必定的命运。 蓝西晨吃了这个白眼,心下却是更乐,你这么小小一个人,一张嘴却是些佛家的禅意。 这可不好,该快活些才是。 游记的这些话一出口,魏英那时的眼神。 怕是在心里笑我虚掌了他年岁吧。 一个近似寄人篱下,身不由己的昆泽,如何能有快活的资格呢? 如今想来,却是我自己天真了,西晨哥。 西晨哥? 聂怀桑在蓝西晨眼前不停挥手,你想什么呢? 这么入神? 没什么。 蓝西晨看周围人都慢慢散去,也对聂怀桑道,我们也下去吧。 好,聂怀桑捡起地上做完灯留下来的东西,一起往山下走。 回去的路上,他又寻了一些学业上的问题,请教蓝西晨,蓝西晨都一一认真指导了,只总是走神。 聂怀桑看他这样,心情也有些低沉,最后也未再为难自己去绞尽脑汁地想问题了。 要知道,他在课业上一向不走心,回到小院,金光瑶已经安排好晚膳了,也没问蓝西晨为何今日晚了些。 用膳食,金嬷嬷笑着给蓝西晨端了一碗黄灯灯的汤,大爷,这是主君特地让厨房做的汤,您课业繁重,又需备烤,更要多多注意身体。 蓝西晨沉默地看了那碗一眼,又看垂头抿着另一碗的金光瑶,没有说什么直接喝了。 晚上同眠时,蓝西晨一边坐立一边辅了辅金光瑶的眉间红痣,突然问,阿瑶,你可会跳舞? 金光瑶松开唇,慢慢喘云气,夫君为何这般问? 阿瑶,并未学舞,没什么,只觉阿瑶身姿窈窈,跳起舞来定然好看。 蓝西晨又摸了摸她的唇角。 金光瑶解释道,家里曾请了教习,阿瑶却是选了琴。 琴吗?琴也不错,若有空,咱俩可以合奏一曲。 蓝西晨收了手,淡淡道,好,夫君若是喜欢舞,阿瑶可以学。 金光瑶看蓝西晨似乎有些失望,便补充了一句。 不必了,你不喜欢便不要勉强学。 若是勉强自己学了,却是不会快活的,蓝西晨闭上眼挨着金光瑶肩膀上轻声道。 我知了,阿瑶不会勉强自己学的。 以前不学,却是祖母说,若要陶冶情操,似我这等昆肾,却不要学舞为好。 蓝西晨绷紧了身体,睁开眼灼灼看着她,这是为何? 这,大抵是有专为取悦旁人之意吧。 其实,阿瑶也不太明白,只周围昆身而狼,极少善务的。 金光瑶想了想道,这样吗? 竟是这样。 蓝西晨难难道。 金光瑶不明白,她为何露出那么复杂的表情。 夫君,你怎么了? 若是不喜欢,阿瑶不学便是了。 不喜欢了,莫要再学。 好了,安置吧。 蓝西晨翻身下来平躺,随即闭上了眼。 嗯,好,金光瑶答了一句,心里却觉得蓝西晨今日真的奇怪。 乱糟糟想了很久,她才酝酿出了睡仪,慢慢睡了过去。 蓝西晨等她睡了,才慢慢睁开眼,轻轻下床去了书房。 她一走,金光瑶也睁了眼,小声唤了金嬷嬷进来,嬷嬷,点灯。 听到呼唤,慢慢走进房间的金嬷嬷小小地打了个哈欠,又将床边的灯火点了。 主君,这事睡不着。 蓝西晨半夜都留不住,还睡什么。 金光瑶美好气,真是白瞎了那碗好汤。 金嬷嬷取来毯子给金光瑶披上,公子莫及,老奴看大爷,失去了书房。 怕是有什么课业上琢磨不通的疑难,或遇到了要事,心里惦记着。 我看他哪里是有事,分明是心里有人。 金光瑶不满道,又是与别家中庸放灯晚归,又是紧要关头,问我学武的,肯定是有什么阴由。 这,您的意思是大爷想纳妾。 金嬷嬷有些不可思议,这不可能吧。 蓝西晨能有那胆子? 他应该还没这么大胆,只他肯定是心不在我这的。 不行,我得想法子问出来那人是谁,绝不能让他占了我的东西。 金光瑶说着,就要起身套鞋。 金嬷嬷却急忙拦住,哄道,哎呦,我的小祖宗,这是什么时辰了? 公嫁要办案,也不兴这个点抓人的。 若要找人问,也要筹准时机,明日等大爷去了学院,咱们传了他贴身随从来,慢慢审便是了。 怎么也得留点余地? 不然一搞错,那可就真是无风其浪了。 金光瑶被他劝住了,躺回了床,却翻来覆去地睡不着。 金嬷嬷便像小时候那样给他拍背。 蓝西晨还不知自己行为惹了怀疑,只在书房里坐着,静静端向一张刚刚末的美人图。 伸手轻轻碰了碰化中人的脸庞,低语道, 现现,我后悔了,我真的悔了,我把你搞丢了。